大家好,欢迎光临针王麻子 今天想大家试一试呢 我手上的四种不同的上妆工具 它的效果和使用感受 为了方便对比呢 我会半张脸用一种工具 上四个半张脸的妆 然后给大家实测 我是从六个不同的角度 来分别评判这四个上妆的工具的 分别有上妆速度 操作难易程度 妆效的轻薄程度 也就是用量多少 还有妆效的服贴程度 也就是这个妆在脸上均不均匀 还有工具的护理简易 需不需要经常洗涤 需不需要经常更换 最后呢适不适合出行 这个主要是综合前面这几个档 并且加上这个工具本身的大小来考虑 速度呢我会直接标秒数 这个秒数呢就代表 我花了多长时间用这个工具上了半张脸 其他的五项呢我就会来打星 满分是三星 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所有的测试 我都用的是兰蔻的这个分底 是它24小时超长时间持妆 然后SPF15 我买的是11号 应该是颜色第二白的 比这个更白的还有005和008 说实话一般买粉底呢 我都买第二白或者第三白的 但是兰蔻这款粉底 虽然我买的是第二白的 我觉得它其实颜色有一点点深 我有一点点后悔 没有买最白的那款 所以呢如果你也想考虑入这款的话 我建议你按你平常买粉底的经验呢 买在稍微白半号到一号的 比如说如果你平常就买第二到第三白的 那这个呢你就可以买第一到第二白的 以此类推 好那我先试气垫粉铺和普通的海绵 这半边脸我用这种粉铺 这半边脸我用这种普通的海绵 我先用MAC的这个妆前加定妆喷雾 把这两个都喷湿 然后好让这个妆更服贴一些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 就这个海绵 它根本就吸不进去这个液体 它就浮在上面还冒着泡 所以这个普通的海绵 它这个吸水能力确实是比较差 好完成了 那我说一下我的体验 就是这个漆淀粉铺呢 它操作非常非常简单 上妆也很服贴也很快 我刚才上半个脸 大概花了30秒的时间 这个海绵呢 因为它吸水性比较差 所以我摁下去之后就发现 我之前用手点的那个地方 它点在哪里 我摁完之后 铺开它还是在原来那个地方 就会花很长时间去反攻 所以海绵呢 我刚才一共花了40秒的时间 来完成半个脸的妆 不过说实话呢 最后出了的这个成妆效果 两边呢服贴都不是特别的完美 好我把刚才的妆卸掉了 现在我们再来试美妆蛋和粉底刷 我用的这个是Real Technique的美妆蛋 粉底刷我用的是ZOEVA的125号 一样的规矩 半边脸半边脸 美妆蛋也是先给它喷湿 好完成了 美妆蛋呢 我是花了25秒的时间完成半边脸 刷子我是花了40秒的时间 从操作上来讲 美妆蛋真的太容易了 一个呢是它体积大非常好拿 另外一个呢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所以你无论想处理哪里的细节 还是比较平坦的面积 都非常方便 像我一般就用平的这一面 处理额头脸颊下巴 这个比较平的位置 然后用这个尖尖的这一面呢 把这些细节的地方啊 鼻子呀什么的这些都滚一遍 眼睛都滚一遍就好了 花妆刷的因为它都是柔软的毛 所以它没有像美妆蛋那种 很实在的感觉 你在脸上用的时候会觉得没有着力点 这就导致操作的时候 对于手法的要求很高 操作起来稍微有点困难 看妆效两边都很附贴均匀 但是我个人觉得用化妆刷的这边 它对毛孔的处理比较好 它带过的位置 毛孔一下就隐形了 但是用美妆蛋呢不行 但是粉底刷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你看你用了一次之后 它整个上面就全粘了粉底液了 它有的毛呢就会粘在一起 就会变得硬邦邦的 像连着用第二次估计不太行 中间应该需要洗一下 但像气垫粉饼或者美妆蛋就没这个问题 美妆蛋用很多次再洗都行 因为它吸水性很好 它不会说前一次的都硬邦邦的 粘在里面不会有这个问题 气垫粉饼呢 我感觉你一直不洗 一直用 用到你把这个粉底液用完都行 好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先说结论啊 其实这次我有点意外 因为平常我都是用美妆蛋 或者是气垫粉饼 这两个都非常好用 效果也不错 但是今天和刷子一起对比 我才发现 还是粉底刷效果最好 用粉底刷上那个粉底之后 你会感觉 那粉底是长在你皮肤上的 那个效果太清透自然了 其他的工具确实是比不上 但是我觉得我以后呢 可能还是会继续用美妆蛋 或者气垫粉饼 因为这个刷子太麻烦了 每次都要洗 首先呢 从速度上来讲 海绵呢 我半张脸是用了40秒钟 这个速度算是最慢的 它的操作呢 也还不错 尤其是这种尖尖的 有棱角的地方 很好处理细节 但是因为它的吸水性很差 所以当你想用它来 把这个粉底运开的时候 你感觉运不开 感觉抹了吧 你看它粉底还在原来那个位置 导致最后那个妆相呢 轻薄程度就很差 我就只能给打一颗星 服贴程度也不是很好 感觉冬一块 吸一块的 也只给打一颗星 从洗涤护理的角度上来讲呢 因为它是一次性的 你用完就扔非常的干净 给打三颗星 最后适不适宜出行呢 我觉得主要取决于 你出行的天数 如果就是一两天的话 带这个菜方便了 用一个扔一个 但如果是一两个礼拜呢 那就不是很合适了 所以呢 折中给它打一个两颗星 第二个呢 咱们说一下气垫粉饼 半张链我用了30秒钟的时间 这个就算很快的了 操作上也非常方便 基本上就是按压按压 因为气垫的吸水能力非常强 所以它的妆效 在轻薄程度上是很好的 可以给两颗星 并且它的服贴程度也很不错 也是给两颗星 为什么没有给满三颗星呢 因为在细节的地方 尤其是鼻翼啊 下巴这里 它会受限于它的形状 在这些地方呢 你可能要把它这样子折起来用 然后你就感觉 可能有特别特别里面的地方 感觉戴不到那个样子 从工具护理啊 洗涤更换的角度来讲 它也很不错 和粉底刷 还有美妆蛋比起来 它的需要洗涤的频率 应该是最低的一个 所以这一项给打三颗星 最后出行呢 综合考虑 它的妆效啊 它本身的体积 它需要洗涤的频率 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合出行的 给打三颗星 下面来说刷子 刷子呢 半张脸我是用了40秒钟时间 大家也能感觉到 刷子确实是稍微费劲一点 操作起来呢 如果你没有什么经验的话 可能花的时间还更多 所以操作难易程度上呢 是只给打一颗星 然后粉底刷的上妆效果 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是四种工具里面 最好的一个 它无论是轻薄程度 还是服贴程度 都是可以打满分三星的 最后里这一点呢 我刚才也说了 差不多你每次用完 都得洗一下 所以是有点麻烦 就给一颗星好了 那它适不适合出行呢 我觉得看你出行的目的 如果你出行就是为了拍照的话 那一定得带它 因为它的妆效最好 否则呢 它的体积又大 然后又得经常洗 对于一般的出行要求来讲 它不是很适合 所以就给一颗星 最后一个攻击是化妆弹 半张脸呢 我用了25秒钟 这个算是非常非常快的了 操作难以程度呢 它也是和气垫粉饼一样 非常简单的操作 另外呢 因为它的形状设计非常好 带到细节 所以呢 我的评分是最高的 这一栏给打三星 妆效的轻薄程度也非常好 只不过跟粉底刷比起来呢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呢 就给打个两星 伏贴程度非常好 我觉得可以打满分打三星 从工具护理角度来讲呢 需不需要洗涤 需不需要经常更换 它的洗涤频率 是介于刷子和气垫之间的 做过它的大小 妆效 操作难以程度 我觉得它也是非常适合 出行的一个化妆工具 只不过在体积上 比气垫粉饼稍微逊了那么一筹 于是给打两点五星 最后我要声明一点啊 就是我这个评分呢 是针对我手上有的这四种工具 是会受限于这个工具 本身做的质量 以及设计的好坏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总说这个美妆蛋 怎么好使 怎么方便 怎么快速 这也是因为这个 Real Technique的这个美妆蛋 它真的做得很好 假如说呢 你手上的其他工具 咱们以气垫粉饼为例 它做的质量非常好 比如说你是买那种 大盘的气垫粉饼里面戴的 那有可能 它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最好使的工具 你拿它跟一个 普通的没有牌子的美妆蛋比 可能反而是使用 这个气垫上的粉底 效果更服贴 更均匀 所以请大家参考 我这个评论的同时呢 也要考虑到 这些化妆工具 本身的个别差异 好了 那么今天就是这样了 希望这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